葵卿發生斬刃案 傷者手腳被斬 不知倒地 有市民幫手為傷者止血 陳司さん目擊事發的經過 他說傷者當時已經臉青口唇白 他雖然沒有學過急救 但仍然聯同其他市民協助傷者 更無懼地說 不怕我又沒有得罪人 事後大批警員趕到案發地點 並且封鎖現場調查 星期六晚上的8時半 警方接報指光輝維和光輝李交界 一個30歲姓梁的男人 懷疑租3個男人用細刮刀襲擊 兇途其後往九龍方向逃去 事主的左右手和腳步都受傷 在送往瑪嘉烈醫院救治時仍然清醒 警方就將案列作傷人處理 研究由葵青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跟進 正是追緝3個本地男人